大家好 有朋友问最近现在咋没更视频 其实也没啥说的 是吧 牛市来了吗 市场一直在涨 大家享受牛市就好了 最近涨这么厉害 是不是有的都上头了 说一下我最近的操作 昨天把我的狗狗币在0.6美元的时候 给出了 全部换成比特币了 一会再讲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我的 我对这个市场的看法 第一将来会出现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比特币接着横盘 然后山寨继续涨 至于能涨到什么时候 这个说不准 你看从你从月线上看 比特币都已经调整两个月了 山寨 山寨币涨了两个月 我回忆就是再涨也涨不到哪里去了 我为什么把狗狗币卖了 我的狗狗币的目标本来是 它的市值在要超过超过瑞波 超过瑞波之后 我觉得应该要横一段时间 没想到现在这节奏这是要超过比安的节奏 反正我在狗狗币上也这一波也 也赚了不少 反正就先全部换成比特币吧 之后再说 第二个可能就是第二种市场的走法可能就是 比特币暴涨 然后吸血山寨 然后山寨所有的在山寨上的盈利 都回到比特币上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出现 你看交易所的余额也一直在下降 尤其是Coinbase的余额最近三十天下降了三万七千多个 就是币安的和比特菲尼克斯上面的余额增加的多 像火币啊这些小的这些交易所OK啊这些都这些余额都在不停的减少 比特币是币圈的基础货币 这么一直流逝下去的话 一旦到降低到某天的一个一个临界点 一旦开始上涨的话就会产生 就会出现逼空行情 就类似于现在狗狗币这种 所以说大家在在山寨上挣了钱之后 我是建议你们尽可能的换一点 换一点比特币 换一点比特币回来不要太上头了 第三种做法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性的风险 然后大盘会开始哼大盘开始回调 然后所有的都开始 所有的币都开始回调这种概率也有 还有就是 让大家要注意防控的 两个风险吧 第一个风险就是 要注意你存币的交易所 你就如果你在存币要在交易所的话 尽量存一些大的像币安火币 我OK尽量存这些大的交易所 小的交易所 你不知道他的 他的币有多少 就很可能在牛市中出现 不能兑付的情况 如果有有有能力的话 有条件的话尽量提到自己的 自己的 冷钱包里面 因为你就放到交易所也有可能 也有被冻结的风险 你假如说你的 你的全部家当都放在交易所 然后忽然某天有一个政策性风险 冻了 所有的都不能提币 那你不就很尴尬 是吧 还有 第二个就是 不要觉得现在市场长得很好 就去开合约 你不要去开合约 不要去挑战人性 你 你觉得你 挣了 比如说你挣了一万块钱 拿一万块钱去开合约 我只拿一万块钱开合约 然后 挣了挣了 陪了陪了 结果呢 你如果是 报了的话 你就会拿你的本金去 本金就想办法 接着去赌 然后本金要是 报掉的话 你就会借钱接着去赌 所以不要去开合约 不要去 挑战人性 拿好线货也行了 玩点山寨 山寨涨了 就换点比特币 也不要一直都在 一把山寨 等下跌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 好吧 今天就大概说 就说 就说这些吧 下期再见 拜拜